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钱永远不够 不理财就由小康辩清函一书中第一章的金句摘录 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 俗话说你不理财才不理你现在是财商制胜的时代 当今形势下银行存款利息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民意价值 越来越多人发现理财的重要性有了理财的需要 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人形成了错误的理财观念 殊不知理财关系着人的一生 错误的观念将有可能引导你走向弯路 因此学会理财要从改变观念开始 错误观念一 理财是有钱人的专利 说到理财很多人都会说理财是有钱人的专利 我的账户里没什么钱还理什么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不管你钱多钱少都应该理财 事实上越是没钱的人越需要理财 举个例子 假如你身上有十万元 但因理财错误 造成财产损失 很可能立即出现危及到你的生活保障的许多问题 而拥有百万千万上亿元身价的有钱人 即使理财失误 损失其一半财产 亦不致影响其原有的生活 因此 必须先建立一个观念 不论贫富 理财都将伴随你的一生 当然了 在云云众生中 所谓真正的有钱人毕竟占少数 中下阶层百姓仍占极大多数 消费水准的增加和生活压力增加 让很多人都觉得很累 特别是拿固定薪水的人 因此 投资理财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 没有钱的穷人或出入社会又身无固定财产的小康 这些新贫族更不应该逃避 一千万元有一千万元的投资方法 一千元也有一千元的理财方式 理财应该从第一笔收入 第一份薪水开始 即使第一笔的收入或薪水中 扣除个人固定开支 及家庭开支之后所剩无几 也不要低估微薄小钱的能力 滴水成河 据沙尘塔的力量不容忽视 错误观念二 把钱存在银行就是理财 我们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对理财的理解非常狭隘 认为把钱存在银行就是理财 既能赚取利息 还安全 事实上 在通货膨胀和收入成长的倾处下 把钱存放在银行里 实质上的报酬率会接近于零 甚至是个负数 所以想透过将钱存在银行里致富 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有谁听说过有单靠银行存款而致富的人 将钱存放在银行里 到了年老时不仅无法致富 反而会连财务自由的水准都无法达到 甚至会有生活品质下降之余 所以钱存在银行里 短期来看可能是最安全的 但长期来看却是最危险的理财方式 有人认为有钱人之所以致富 是因为有钱人运气好 或者从事了不正当或违法的行业 事实上 有钱人之所以致富 就在于 有钱人与穷人的理财方式不同 有钱人的财产是以房地产 股票等方式存放的 而穷人的财产 则是以银行储蓄的方式存放的 所以 如果你想挤身于有钱人的行列 你就不能将钱存放在银行里 因此 理财专家建议 最好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钱存在银行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应该选择一些货币型基金等 因为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再高 也不会高过这些投资产品的报酬 分红型保险 虽然收益可能和银行定期存款收益差不多 但它附加的一些保险功能 是银行储蓄不具备的 因此也可以尝试选择 钱只有在房地产市场 股市低迷的时候 才暂时放在银行里保本 以回避市场风险 一旦房地产市场 股市复苏 就应该立即拿出钱来投资到这些高报酬的市场 以享受丰厚的市场报酬 错误观念三 我没有时间理财 现代人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 忙得找不出时间来了 每日为工作而庸庸碌碌 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的人 就像常抱怨钱不够用的人一样 是时间的穷人 似乎恨不得把24小时变成48小时来过 但上天公平地给予每人一样的时间资源 谁也没有多占便宜 在相同的时间下 就看个人运用的巧妙了 有些人试任时间宰割 毫无管理能力 24小时的资源似乎比别人短少了许多 有人却能无中生有 有效运用零碎时间 利用自动化及各种服务业代劳 用钱买时间 事实上 时间管理与理财的原理相同 既要节流还要懂得开源 要赚时间的第一步 就是全面评估时间的使用状况 找出所谓浪费的零碎时间 第二步就是有计划的整合运用 当你把省时养成一种习惯 自然而然就会使每天的24小时达到 收支平衡的最高境界 而且还可以游刃有余的处于闲暇的时间去理财 忙和没有时间都只是借口而已 会理财的人也都很忙 而且也都慢慢变得有钱 理财和时间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理财概念 看你想不想理财 会不会节省时间来理财 如果你把自己的时间打理好后 用心理财 你会发现理财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真正做到工作赚钱两不悟 错误观念四 学会理财就能一夜暴富 我们生活周围有些人 特别是稍微有点理财概念 而又不是特别精通的人 对某种单一的投资工具有偏好 如房地产或股票 喜欢将所有资金投入 孤注一掷 急于求成 他们的想法是 要么就不理财 要么就一夜暴富 殊不知 靠这种方式理财的人 期望发大财比中彩券还要难 有部分的投资人是走投机路线的 也就是专做热门短期 投资 今年或这段时期流行什么 就一窝蜂地把资金投入 这种人有投资观念 但因赌性坚强 宁愿冒高风险 也不愿踏踏实时 从事较低风险的投资 若时机好 也许能大赚钱 但时机坏时 也不乏血本无归 甚至倾家荡产的血淋淋例子 理财不是投机 不可能一口气吃成大胖子 只管衡量今天或者明天应该怎样 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想法 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策略 目前的投资工具十分多样化 最普遍的不外乎有银行存款 股票 房地产 期货 债券 黄金 基金 外币存款 海外不动产 国外证券等 不仅种类繁多 明目一分得很细 每种投资管道下还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而市场短线趋势较难把握 我们不妨运用巴菲特的投资理念 把握住市场大趋势 顺势而为 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投资组合 将一部分资金当作中长期投资 建立 理财不是投机的理念 放远目光 理财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无论是穷人和有钱人都应该学会理财 家有千金之欲不知智 有知平野 收入丰厚的富裕家庭 收支庞大繁杂 更要理财 管理得当则日敬斗金 生活真真日上 否则 可能一败涂地 成为世人唾骂的败家子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理财更为重要 理财是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关键 是家庭抵御不测风险和灾难的积极措施 是家庭安排赋予资金 制定投资目标的有力助手 学会理财将受益一生 为与筹谋制定理财计划 财富对任何人来说都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但拥有财富不等于具有驾驭财富的能力 任何人都需要仔细衡量自己的理财行为 如果对财富的使用缺乏理性规划 即使有再多的钱 也只能是暂时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钱也会渐渐流失 因此 未与筹谋制定理财 对一个家庭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理财的关键是合理计划 使用资金 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 而制定理财计划 如同减肥 恰当的方式不止一个 至于哪个方式最好 因人而异 高收益的理财方案不一定是好方案 适合自己的方案才是好方案 因为报酬率越高 其风险就越大 适合自己的方案是既能达到预期目的 风险最小的方案 不要盲目选择报酬率最高的方案 记住 你理财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在于使将来的生活有保障或生活的更好 以赚钱为目的的活动 那叫投资 因此 善于计划自己的未来需求对于理财很重要 如何制定理财计划 摩根石坦利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者苏珊说 人们犯的最大错误是没有方向 不知道要实现什么目标 他说 首先跟 实现的时间和必要性将目标分类 短期的目标是赚购房租 赚取大学学费或购房的分期付款可能是中期的重点 最常见的长远目标是养老金 具体来说 制定理财计划有以下几个步骤 一 确定目标 定出你的短期财务目标 一个月 半年 一年 两年 和长期财务目标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抛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你认为某些目标太大了 就把它分割成小的具体目标 明确的目标将带领你有计划的执行 二 排出次序 坐下来和你的家人一起 讨论哪些目标对你们来说最重要 是先存养老钱还是先买房子 用出租房子的钱来养老 三 所需的金钱 培养一个大学生要多少钱 养老金要多少钱 买房子要多少钱 保险要多少钱 计算出要实现这些目标 你需要每个月省出多少钱 四个人净资产 净资产是你所有的资产减去你的负债后的进额 算算看你有多少净资产 五 清楚自己的支出 翻一翻账本 看看自己过去三个月的所有账单和费用 按照不同的类别 列出所有费用专案 掌握自己每月平均支出 六 合理消费和支出 理财不是一边赚钱一边奢侈的花钱 它是建立在你合理消费的基础上 因此 要理财就要养成合理消费的习惯 该花的钱一定要花 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要花 比较一下每月的收入和费用支出 看看哪些项目是可以节省的 像是天天在外面解决晚餐 哪些项目是应该增加的 像是家人的保险 七 坚持定期储蓄 坚持养成定期储蓄的好习惯 比如把你每月薪水的30% 放入银行 你可别小看了那30% 长期累积下来可不是小数目 如果用复利的方式 其数目更加不可想象 记住 这是实现个人理财目标的关键 八 控制透支 信用卡是好东西 让人们可以不用带一堆钱出门 更加便利 可是当你爽快地刷卡 签名的同时 不要忘记那是在花自己的钱 当你每月都收到银行邮寄过来的账单时 也不要惊讶那是你自己的透支 因此 每次你想买东西之前 问一次自己真的需要这件东西吗 没有了它就不行吗 控制了透支你才会有钱存下来 九投资生财 所谓理财就是把自己的钱投资在适合的地方来进行增值 比如股票 基金 债券 黄金 还有房地产 但是 投资总是伴随着风险存在 如果你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防范风险 就购买风险小一点的产品 像是基金 行情好的情况下 他们的报酬率会比存在银行的利息高一些 十 购买保险 也许你会觉得整天打电话的保险推销员很烦 但是不要忘记保险会未雨绸缪 在你意外或受到伤害的时候给予你必要的经济支持 如果你失去工作能力 就无法赚钱 因此 健康险很重要 财产保险对家庭财产占个人资产比重较大的人尤其重要 试想一下 如果遭受火灾 重新购置服装家具电视等等 总共需要多少钱 总之 保险就像一把保护伞 天气好的时候 放在家里好好收藏 一到下雨天就要拿出来 显出它的用处来 十一 购买房子 当你有足够付首付的房钱时 当你的工作稳定时 当你的各种防范措施做好时 就开始为买房子努力吧 至少 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节省你的租金 十二 充分重视退休 如果你还在职 毫无疑问 每年都应确保养老计划 和你个人的退休金账户 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若避免以上所说的四个错误的理财观念 和实施此 十二个制定理财计划步骤 我相信你也可以是有钱人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 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kokoshansong.net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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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